人和人之间其实就是不公平的 有的人一生比较坎坷 不管做什么都会遇到阻碍 虽然说最后都会化险为夷 但是过程真的是让人抓狂 但是有些人天生运势好 一生的路都很平坦 十二生肖里的这些生肖就属于后者 真是天生好命让人羡慕 叔叔懂得借力 叔叔人天生运势好 一生的路都很平坦 因为他们很是机智 也很懂得一个人应该干什么 不应该干什么 所以他们总是一副很乖巧的样子 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 那么他们自己也非常喜欢借力 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自己千里千里 因此一生算是比较顺遂 没有大风浪 鼠牛浅浅恳恳 鼠牛人的命运也是不错的 不会遇到太大的事情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 一直都是勤勤恳恳 比较踏实 也不属于那种爱惹事的类型 就算不大富大贵 平平安安 还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因为他们懂得积累 人脉和资源 向来都不会差 财富方面的运气也是很好的 鼠舌善良和爱 主持人的能力其实是不太好的 但是他们的好命运 却不会因此受到太多影响 因为他们的运气 来源于他们的好心和爱 他们对人非常善良 喜欢帮助别人 那么虽然他们帮助人 不是为了回报 但是回报总会很丰厚的 因为他们造下了善果 人生会过得很平坦 没有什么坎坷 鼠猴头脑灵活 鼠猴人虽然会遇到 一点小的风浪 但是不过是生活的条件而已 不会让他们过得太无聊 其实他们的命运还是不错的 医生都会过得比较顺心顺意 不会太烦心 因为他们头脑灵活 遇到事情总能及时处理 有时候还会因祸得福 的确实非常羡慕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 和我一起成城做